所以呢今年呢有几个月份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农历的 这五个月份呢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地震 你的地震包准备好了没有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呢 在这十年当中呢 有很多的大地震 其实呢还不止 我们看到台湾的921大地震呢 还有呢南亚大海消失在2004年 现在已经是2024年 已经超过20年 那么这些伤害非常大的地震 在2024年还会继续嘛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话 全世界超过七到八级的大地震 在哪些月份会发生 我们知道呢 最近呢1月1号呢 光是日本呢 就来了一个7.6级的大地震呢 搞得呢 整个灰灰烟灭 好我们来先讲一下 这些地震呢 它有一些巧合吗 我们来看哦 好 能登地震呢 挤出新的地貌 日本石川县呢 能登半岛呢 1月1日 今年2024年1月 规模7.6的强震呢 已经造成232人的死亡 1045个伤患 以及22个人还在失踪当中 最重要的是三万多户的房子倒塌了 现在呢 就是政府呢 日本政府呢 做了三万户的房子呢 就是那种 组合屋给他们都来不及 供应 应该是超过五六万户 那你看哦 2016年是这样哦 那个日本的石川 就在新系的旁边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哦 来 看到了没有 现在 整个没有海岸了 挤出一大堆 一大堆的什么 土堆出来 这很可怕耶 所以呢 现在不止这样子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接下来 好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大地震呢 开始发生的时候 哇 天啊 整个呢 天摇地动 惊呼连连 有些人呢 就地呢 就想隐藏起来 但是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呢 真令人惊悚 看到了 地震一来的时候呢 怎么样救自己呢 很重要 最好是投污起来 你看有些人就是两个人互抱在一起 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 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来 我们继续看 你看他的地貌 整个是凸起来的 好 整个地是 简直就是可怕 根本不能行走的 你看到没有 车子没有办法动 来 接下来 今年呢 首起有感地震 1月20日呢 凌晨2点呢 花年发生 今年首起有感地震 瑞士规模4.0 这是呢 史上最晚发生 首起有感地震的一年 这起有感地震呢 前一阵 12月31日隔 大概20天了 历史上排行 间隔 第229的时间 当间隔一段时间 没有地震的时候呢 对能量释放 没有太大帮助 市井民众要居安思维 所以呢 其实政府呢 所有的地震局呢 已经叫我们要居安思维 接下来 近期的地震 菲律宾1月17号 规模5.6的地震 美国阿拉斯加 1月20 规模5.3的地震 哥伦比亚1月19号 规模5.7的地震 震源深度 115公里 规模5.4的地震 1月21 受到影响的国家地区有 玻利 维亚 智利 跟阿根廷 来 马达加斯加呢 1月21号 规模6.2的瑞士规模 规模6.6的地震 是1月21号 受到影响的国家地区 有巴西跟秘鲁 来 全世界都动起来了 看到没有 都在2月6号出示 诡异的巧合 我们现在是1月底哦 现在今天1月 我做节目 1月22号 离2月6号 没有几天 好 2023年的2月6号 土耳其规模7.8的强震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更预估死亡人数 恐突破2万人 2016年2月6日 高雄市美农区的规模6.6的强震 永康区维冠金融大楼倒塌 115人死亡 96人受伤 好 2018年2月6日 花莲规模6强震 这个规模6强震 是我在2017年的年底 曾经预言 准确度99.9% 我说2月份一定会发生大地震 而且花莲台东地区要非常小心 很不幸就是发生规模6 统帅饭店 白金双星大楼 云门翠堤大楼 无居无数大楼等 四栋楼倾斜跟倒塌 基本上才发生6.0的瑞士规模 17个人死亡 超过280个人 轻重伤 四栋大楼倒塌 因为我在2017年的年底 我曾经说 在跨年2月6号左右 2月份一定要小心会发生很大的地震 结果就是2018年的2月6号 如果你们是长期追踪海洋老师的节目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很诡异 接下来 大地震时间暗藏玄机 台湾921大地震瑞士规模7.3 1999年9月21 凌晨1点47分 吉保年诡异五月 名指日吉丑时 听清楚了 吉保年的鬼有月 我很怕这个吉啊 鬼啊 然后南亚大海啸 瑞士规模9.1到9.3 2004年12月26日上午7.58 甲生年的柄子月 又是吉保日 看到没有 这个吉保年 这个吉保日 好 接下来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 瑞士规模7.8 2023年2月6日 凌晨4点17分 鬼保年 又是鬼保年 甲隐月去年 乙卫日 乌乙时 甘肃地震瑞士规模6.2 2023年的12月18日 晚上23.59分 鬼保年的甲子月 你看哦 甲隐月甲子月 看到没 都跟甲有关系 都跟鬼有关系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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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保年 魁保月 甲子月 甲子年 都要非常小心 跟甲隐月 甲隐月甲子时 来 接下来 日本三一大地震 瑞士规模9.0 2011年3月11日 下午2点46号 新保年 新保月 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在兔年 很容易发生地震 那个保 还有那个鬼 去年是鬼保年 好 新保年的新保月 宜丑日 回味时 日本元旦强症的 瑞士规模7.6 2004年的1月1日 下午4点10分 鬼保年 甲子月 甲子日 看到了没有 这都是呢 容易发生 大地震的时间点 所以呢 新保年 鬼保年 是不是都在兔年 再往回 前一夜看一下 鬼保年 你看 鬼保年 土耳其 光是在去年 发生多少大地震 再往前一夜 吉保 又是兔年 甲生年 南亚大海啸 甲生年 甲 又是个甲 它有一个 很奇特的一个规律性 接下来 土耳其 叙利亚 鬼保年 甲隐月 看到没有 鬼跟甲 然后呢 鬼保年 甲子月 甲树 看到没有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真的令人惊心动魄 好 二月发生 十二月又发生 好 日本三一一 新保年 新保月 不是甲吗 新吗 就是几吗 就是葵吗 好 那你看 2024年 1月1日呢 规模7.6 鬼保年 甲子月 甲子日 又是任生死 大家应该把这些时间点呢 拍下来 来接下来 2024年 牛年四化星 年正化路呢 破均化全 无趣化科太阳化剂 太阳化剂是黑洞会越来越大 太阳黑子的能量越来越强 它也会引动的呢 地心的引力 好 我们整个呢 整个地球的地心引力 已经在变化当中 而且非常大的变化 这么大的变化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2024年的甲成年 来 我现在要做大预言 好 农历一月是丙隐月 五黄煞月 丙是连真化剂月 连真化剂呢 应该是跟政府机关啊 还有呢 三军统帅啊 跟警政军有关系的月份 会非常强烈 所以一月份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存在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丁宝月 我现在担心的是丁宝月 巨门化剂的丁宝月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面的吉宝年啊 甲生年啊 鬼宝年啊 新宝年啊 好 全部哦 大地震都在某的位置哦 所以呢 农历二月 我们要非常小心 农历三月是物成月 物成月是要特别注意呢 飞机 车子 还有呢 火车 最近的火车相撞 飞机 吊飞机 非常严重 飞机空中差撞 在这个机场差撞 也很多 好 几四月 农历四月 五月份是耕五月 农历六月是新卫月 好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新卫月 所以农历二月跟农历六月 我们要特别小心在 2024年的上半年 要特别小心 农历七月是妊娠月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南亚大海啸 南亚大海啸是2004年 它是甲生年 但是它是丙子月 跟这个甲生年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在2004年的甲生年 那甲生年跟甲生年 申子城也是三合 所以农历七月也要小心 农历八月是鬼有月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鬼有月 农历八月 不管是台湾 或者全世界都要谨慎 农历甲月还再来一个甲序月 而且是太岁正冲月 所以呢 今年呢 有几个月份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农历的一月 二月 六月 八月 跟九月 这五个月份呢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地震 你的地震包准备好了没有 来接着下来 农历十一月 丙子月 农历十二月 丁丑月 好 我们继续看 大型逆冲区的地震呢 只发生在去和板块边缘的影末带 也是以之唯一能产生地震 规模 超过呢 9.0的这个超级大地震的板块的活动 都从1900年起 五次规模超过9.0的地震 都是大型逆冲区的地震 大型逆冲区的地震发生在环太平洋的霍尔山带 我们刚好位处环太平洋的跟日本一起的菲律宾都算 印尼也刚好在板块的冲撞之下 太平洋和印度洋主要的影末带呢 他们就会导致了引发巨大的海啸 好 我们这次呢 其实呢 日本的两次大地震都发生海啸 虽然规模只有7.6瑞士规模 但也引发了几十公尺的海啸 接下来 1952年的勘察家地震9.0 太平洋板块沉入二祸赤克板 整个太平洋的板块沉下去 好 这是1952年 民国41年的事情 那41年是农年 规模地震9.0 1960年智利大地震是9.5 全世界最大地震就这一次 好 纳斯卡板块沉入南美洲的板块 整个板块沉下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日本的大地震呢 入尔岛 整个呢一直在扩大 浮上来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哦 这一次呢 日本的大地震呢 整个呢 地面呢 已经没有沙滩了 都是石块 整个从地震里面浮上来的 好 太平洋板块沉入呢 北美洲板块是1964年 阿拉斯加大地震 9.2级的瑞士规模 2014年印度洋大地震呢 9.1到9.3规模 印度呢 澳洲板块沉入缅甸板块 看到了没有 整个板块都沉下去耶 2011年呢 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 9.0到9.1 太平洋板块沉入呢 二货刺客板块 好我们可以看到了 1952年 勘察地价在哪里 在靠近俄罗斯 也接近日本 这样大家知道 因为俄罗斯他不会报道 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那么2011年呢 就311大地震 这个9.0到9.1 太平洋板块呢 也沉入二货刺客板块 这两个板块是一样的 来看到没有 这个板块 跟这个板块是一样的 好 一个是沉入南美洲 一个沉入北美洲 一个沉入缅甸板块 来接下来 偶然与必然 你觉得是偶然吗 我不认为是偶然 所以我为什么 我研究这个地震 虽然我不是地识学家 但是呢 我研究地震 特别有感觉 不晓得是我的 太阳太阴都做得很旺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太阳心很旺 那感应力很强 所以呢 大地震的时间分布 是随机的 至于有时候 会感觉到大地震 频繁的重击性 多半呢 科学家认为 这是偶然的现象 这是在数学统计上的结果 如果从地震研究学的角度来看呢 我认为它不是 所谓的偶然现象 它是必然现象来接下来 下一个大地震在哪里呢 切勿把预测灾害当作是防灾阻力 防患未然才是正确的防灾观念 与其探讨下一次地震在哪里的话 不如问问自己 下一秒若发生地震 自己该怎么做呢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海恩老师不是神 我想神也不一定能够预测到这么神准 说哦 我这个地震 那你看我去年八个月前 我在国立四月的时候 做了一篇 这个地方会发生大地震 结果呢 我就写心系附近 果然他就在心系附近 实穿 对不对 有准确吧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呢 要特别小心 我们台湾现在呢 岂岂可危 所以呢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追踪林海洋的官方频道 然后按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知道下一次的节目 你就会更清楚 这个国际局势 世界局势 还有这些天灾家人祸 我们怎么样来防范 好 2024的地震大预言 我很少做这种大预言 但是我今年一定要特别做一集给大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丙颖月 丁宝月 就是农历的一月 二月 六月 八月 九月 我当然不希望它发生 但是呢 这些灾害要来临之前呢 我们真的应该做好准备 还有呢 很多人说大屯山什么时候会爆发 我希望它不要那么快爆发 但是呢 2025年也有课 太阴化记 太阴跟土地有关系 所以 我们现在呢 整个地球呢 因为被人类摧残到 已经快不行了 所以我要告诫大家 准备好你的地震报道 地震来临 大地震来临 尤其要特别小心跟人生 谢谢你们 按赞分享 开订阅 按下来 请不吝点赞分享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